所以想說我們那個已經當時的調適出來 那就是當時開始對人講說門檻過高 投資人過於嚴苛等等 那想問說因為今晚會調過兩次 你們現在要進撒合主要還想調哪一部分 那個目前的撒合規定它是具體適用的 先不要管撒合 就是說以目前股權是群務的規定 你們的這個創新模式 哪一個具體的部分讓你們有辦法做 哪一個具體的部分有辦法 所以先不管撒合 就因為我們股權是群務已經有一個法規了 對那它事實上是把就是傳統上面的 不管是天使投資人機構投資人什麼之類 然後再加上當時做畢索性公司 所以畢索性公司理論上50個人 但是股權是群務豁免 所以這兩些是有一個撬接的概念 因為股權是群務進來之後 你可以用特別鼓等等的方式 事實上它不一定是一股民權 對那所以當時是為這個模式來 等於從公司法的部分 跟從進化合的部分 互相調和條件 對那等於兩個都有改 那等於兩個大概現在都改到一個程度 所以我比較想先問就是說 先不管 因為你撒合到最後一定是要修法 或修法規命令 那目前的法規命令 哪個地方讓你們的模式比較難做 第一個問題是 目前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新狀況公司 沒有辦法去參選遊戲 沒有辦法經營股權是全部去評價 對 因為譬如說它一定高的資本 然後如果一定高的資本 就是我必須要去找其他金組合 他就把它當作一個券商 只是說它資本好像已經有下修 只是說那個下修對你還是太高 對還是太高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我們股權是全部的話 有幾問題就是 我們想做的其實是 那個把它配分 比如說像 原本的券商模式就是 我們就是當券商 然後那個 那個消費的投資者進來 然後那個 公司發行股份 然後發給公司 跟我們想做的是 那個我們平台是 在資訊中的仲介 然後金流是一塊 然後那個 金流是財出去的 然後股權交易是財出去的 那這樣你們剩什麼 我們是做平台上的 就是我們是做平台上的 平台資訊的交換這樣 那這樣你們沒有資本核限制啊 這樣的話你根本不會被 跪在那個 就是股權市區木業這裡 那這樣我們會遇到 第二個類別的問題 就是譬如說 因為那個是特許啊 你現在做資訊交換不用特許啊 以太方需要什麼特許 對 可是那個 在那個 越多亂業裡 比如說我們要需要金流上 因為我們要如果把金流拆出去的話 我們需要有第三方支付 或者金流上去 那些事情 對啊 像外國的話 就有什麼帥都可以交付 所以台灣就是 遇到幾乎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金流上 有找像 那個藍金綠街那種 第三方 可是它其實不完整 它只有送這塊 我知道你要代付 就是這個我理解 但是這個並不是法規在黨裡 就是限時在黨裡 對就是 這是一塊 對 但我想想先問就是 法規上面 就是說 因為剛才你講的兩個 一個是捲入資格 它有資本的限制 但聽起來你自己並不發幣 你並不發錢 你只是交易資訊的 那這部分 如果你實質上 並沒有決定它的轉 那你當然就不受 那個特許的轉入限制 對 那上面有來管到你嗎 那第二個 你講的是 就是代付業者 可能比較沒有科技性 或者是在台灣 比較沒有符合你們要件的 那這個也許是如此 但是 不是法規嗎 嗯 我們想要自己做 可是 我們沒有辦法符合那些 那些商業的規範 你說電池電票 對 我們有 不可能要找別人的銀行 可是銀行 通常不會跟新商合作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領域就是 譬如說 像我們裡面的那個 那個 資訊中間這一塊 然後我們有請教律師 還有我們自己研究那個條款 對 會有些問題 譬如說 金管會對於那種 這種線上的籌資的判定 其實到底是公開發行 我們主張的是說 我們不是公開發行 我們是 每一個會員都實名之證證 然後公司也是實名之證 然後 那是只有縣會員 對會員之間的 那我知道啊 就公平事 可是 我們 我們只要找金融會 去溝通 我們這樣的條款 能不能符合規 會不會有 每一個律師都跟他們講 這都會有法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他們如果像那個 像之前那個 縱合飛的創櫃版 創櫃版 然後後來 他的那種模式 就有點類似跟 又不太一樣 可是他就是被認定 是公開發行的概念 那如果我們是被認定 公開發行的話 那 就會變得很困難 因為我們不是想要做 公開發行這塊的認定 可是我們想跟 做很其他部分溝通 可是 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找不到對口 不過 這個還是要先 就是先定性你們在做的事情 你們在做的事情聽起來 就是 以貴買中心 證券商 建議股權是全部管理辦法 你並不是券商 對不對 你不主張你是券商 這個要先講清楚 因為你要是主張你是券商 那你才有沙盒子適用 因為你要主張你是券商 然後你去 等於是說挑戰這個管理辦法 你說這個管理辦法 讓我沒有辦法當券商 所以你應該修法 只是這是沙盒的目的 就是說你對某個法規 或某個法律 覺得不符適用 我想要調整 你可以講得出 我哪一條要調 對 但是現在你既然不主張你是券商 那就是 所以你主張你是一個會員 這個會員裡面 大家自己在發行類似證券的東西 但你不是像不特定人 對 不是像不特定人 對 那你的轉入 你的會員要怎麼樣才能變你的會員 就是 就是 你說 流程還是 對流程還是 現在我是一個天使 然後 對對對 就是我們平台課 就是進行實名制的驗證 對 所以我刷個自然的憑證還是怎樣 對 就是像自然的憑證 或者像拍身份證 雙正的見證時候驗證 哦 OK 身份證證反面 拍身份證 然後呢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就參加各個會員 然後合可認證實名確定之後 然後就是他就可以才能瀏覽那個 我們 所有在上面 佈置公司的資料這樣 然後也才能進行投資這樣 嗯 但是你事先不認識他們 對不對 我事先不認識 他你只是做一次KYC 但這個KYC 也只到實名人家而已 你不會調查他的 什麼這個 額度啊 或什麼 信用啊 沒有去跟聯證連卡 這個我沒有討論過 我本來想說 要 可以 是否可以聯聯證 可是我去聯證交涉 他們是不論我們往外面串結 那樣就做 OK 對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並不是跟 專業機構投資人合作 你是跟自然人合作 你的會員都是自然人 自然人 和少數機構投資人這樣 少數機構是 我們可以開放 VC 或是 VC 或是 銀行也可以這樣 銀行也可以 對對對 OK 那哪一個VC 或銀行現在對你們 就是有興趣 還是這個時 商業機構就不方便講 對 不方便講就不方便講 好 先不太方便講 先不太方便講 OK 好那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想要主張 就是你是對特定人 然後 所以你也不把自己叫做去默 你把自己叫做 什麼 眾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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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然後這個眾籌它發行的也 不是股票 還是它是股票 它發行的是股票 是股票 不是透過 但是這個公司 對這個人的關係 還是一個 一般它是股東的關係 對 它是股東的關係 那它的這個 都不是特別股 就是一般股 就是也有投票權 是不是可以 這個就是 會到時候會 就是譬如說 每天公公他們意願股 我們是以一般股為準 基本原則是一般股為準 對 就是一個幫股份有限公司 像你們做過實名認證的人 找他們來當新股東 對 這樣一個平台 對 然後這個過程裡面 你們就是沒有 就是你們的資訊揭露 並不是向外 而是指向會員 對 指向會員的資訊揭露 認證過的會員 OK 然後 你們沒有實體櫃台 是網站 對 是全部都是網站 然後你們合作的公司 當然都非公發 對 都非公發 OK 那所以這樣聽起來 確實 這樣聽起來 確實 從今晚會的角度來看 你們是 就不是證券商 確實 對 OK 然後呢 就變成說 比如說像原本的那個 205年出版的群眾公司 那版本 它是針對證券商 對 然後我們不是證券商 我們想要了解說 我們做這個東西 會不會到時候 有些不好的經驗 就是有些人進行上線 然後後來就 經常說不行 然後 有辦法移送判斷 之類的 而且想了解到說 我們有安全利益 或是經常會有不休 我們都願意去注意或是調整 所以那就是 找到對口 我們有找過 像我們那個 TindexPay 可是TindexPay 後來他們問我們 他們其實是資側會 證券辦的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 經管會那邊實權 然後我們後來也找 總統系列幫忙 然後也有找經管會 經管會那邊 就是轉正題群 然後正題群 它不是專門 那個 那個 殺手和諮詢的對方 所以他們只能告訴我們 讀法配公司 這樣 不過沒關係啊 因為一開始我有參與設計 所以我是可以跟你說 大概方向是怎樣 就是說 首先就是先 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 一千萬元可以提出來 放在那個 就是放在經管會 現在有沒有 對嘛 那所以 就是說你不會主張自己是 證券商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 就算你主張你是證券經濟上 它也是要一千萬 自營商也是要一千萬 所以你沒有一千萬的話 那基本上這整套都不是 都不是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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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有沒有一個 就是 夥伴可以幫你出這千萬 他當你的經濟商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或許比較可以募房 OK 對 因為確實 對確實就是 因為按照證券交易法 它只要認定 你事實上是證券交易 因為不管你主張你是對特定人 還是對你認識的人 還是怎麼樣 他事實上是有交易 而且至少從 在你們上架的公司的角度來看 他本來不認識這個人 或許你本來認識 但他不認識 所以從這個公司的角度看 他還是不特定人 只是從你們的角度看 是特定人而已 我知道 對啊 但是就是說 因為按照證券經濟商的這個概念 他的這個 為募資公司向不特定人 這個不特定人指的是 不是對那個募資公司而言的不特定人 不是對你們而言的不特定人 所以你很難說 我做過一個基本的身份證券 這方面贏的 他對我就變特定人 然後他對公司也變特定人 這個不是很我可說真的 另外一部分是 我們網站本身有提供 就是社群功能 對 其實實力認證 是能夠進到這個平台裡面 然後實際上他們是否要投資公司 他也是可以跟公司去做認識 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邊就沒有代付的必要 因為我如果要成為股東 我就自己去派股東會投資就好 那這樣你為什麼要經濟服務 按照你的主張 按照我的主張 因為透過我們的這個過程中 他們就要在這個平台上去經營投資 但是按照你的主張 你剛剛是說 我只是一個會員 俱樂部 我介紹你認識值得投資的公司 但是這個我並不是證券經濟商 所以投資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你如果這樣主張 你就不應該提供經濟吧 因為我們這個主張是 剛剛那個經濟的俱樂部 這個工作人員都是有問題 對 後面那個主張 我們後面的主張是說 我們提供的是那個 可以讓他們 因為對於一般的同事實在是 就是如果私下 或是跟他們自己教育 不確保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確定 確保譬如說 那個公司的一些必要的公開資料 都會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平台內 向那個 特地有興趣的會員 集公 然後我們也可以確保 他集公的東西都是 盡量去幫他查核 他是不合的事實 然後所以他們在我們這邊 進行交易是比較安全的 那但是你會願意遵守 就是類似證券經濟上的那些 就是什麼公司概況檢查人 什麼一頁報告書 年度財務報表 什麼有的沒有的那些東西 就是你願意按照那個 股權是群務管理辦法 第28條的那個要求 要到那麼多嗎 因為你如果沒有辦法要到那麼多 那就是從境外匯的角度來看 那你就是沒有進到 相當於證券經濟上的責任 你就只進到一部分的責任 對 我知道 那個他標準那麼細的那些東西 對 我就想說你不能簡化 對 對一般投資者 對 對 我同意 我同意 所以 這也是一個小 就是行政上的問題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過於盡責的情況 對 就是你希望有一個 light的版本 對 就是說我不是證券經濟商 我只是可能準證券經濟商 但是我做的還是股權性質的群務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希望 因為我的資本而補足1000萬 或者是 我這邊來的公司的大小沒有那麼大 或者是等等 所以我的監力負擔可以減輕 對吧 對 目的是這樣 然後對那個 因為 投資流程 線上投資流程 對投資流程 對投資流程 對 好啊 我覺得這個 跟沙盒的關係 比較弱 比較弱 因為 除非是說你要 一路挑戰到證交法 不然 就是這一整套邏輯下來 就證交法到證券上管理規則 從那邊到證券經濟商 這個其實不是法未接要調整的東西 這事實上是管理辦法未接 就是櫃買中心的管理辦法 只要調幾個參數 你就不敢準入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為什麼 證交法跟證交管理規則 這樣聽起來一個字都不用改 是造成你負擔的 都是在群務管理辦法裡面 對 但是你又現在因為 因為就是 你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情況 就是說 你若主張你是證券經濟商 那你所有這些都要 對 但你若主張你不是 那你一旦開始有人說 事實上你有金流啊 所以你事實上是有在賣股票 你在賣股票的話 那是特許行業啊 是特許行業 就要雕詳你執照啊 那你就會百口莫辯 對 所以目前的狀態是 就變成到責念 就趕快認定做我們 對 那所以就是你們顯然 應該要談的對象是貴賣中心 因為這個管理辦法只有他能改 那你有跟貴賣談過嗎 沒有 我們在金網外那邊就談完了 OK 對 對啦 就是說因為貴賣中心的這個管理辦法 也修過好多次 所以我是覺得他並沒有什麼不能修的 只是說你要告訴他說 這樣子修了對市場持續也好 或者對於投資環境也好 或者對於什麼東西也好 也有什麼好處 然後以及你很具體的 就是他要修哪幾點 那那樣子也許就是比較有一個談的基礎 對 那覺得當委員報 假設你覺得這條路是比較可行的話 那你覺得我們對口應該要找誰 或是會可能哪一些單位或是人比較難解決 不但你還是要告訴我群幕管理辦法裡面到底哪幾條怕到你啊 以及那些參數改完之後你就可以合理了營運 以及如果你一旦可以合理營運 對整體金融市場等等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你還是要有一個我們就是要改變理論 就是為什麼這個規則改變對大家都好的理論 那這樣子你才能去跟 因為從這個貴賣中心的角度來看 他當然是促進市場活絡 但他一開始定這個管理辦法 他後面有一個風險管理的概念在 那你就希望他承受更多的風險 那但是反過來講 就是這個風險他可以換得什麼 這個你還是要講 對那沙盒比較是適合在說 你主張你乾脆就不是證券經濟商 你在做事情跟證券經濟商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需要一個全新的東西 那這個我要在證交法以及他的事情 細則裡面就是管理規則裡面 這個冒出一個新的類別來 那就是可能叫做準證券經濟商 那你已經要挑戰到就是管理規則裡面 證券經濟商的定義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適合用沙盒 因為它是全新的東西 而且它可能最後是法衛界的修改 就是說我就覺得應該設置 第九條的一個新的項目 或是說那個證券經濟商管理規則 或甚至第九支一條 到這個程度那當然這個沙盒就很適合你 因為你最後是要改法律 或至少改這個大的管理規則 你要創作一個新的種類 簡單講 但是目前聽起來就是說 事實上你跟證券經濟商中間的距離 只是一千萬元跟一些登記義務 之外好像沒有什麼距離 那這個時候你主張的 你主張你不是證券經濟商 完全只是說你還不能達到這個準入而已 所以你要求的是準入的調降 而不是冒出一個全新的東西 就用準入這種這條路去準入 對 因為你冒出一個全新的東西 那才是沙盒 我們當初設計沙盒的目的 就是說冒出一種全新的東西來 那但是如果是舊的東西 你只是想要調降它的管理規則裡面的幾個參數 那個甚至預告60天就立刻生效的東西 那那個對沙盒來講 因為沙盒的整個成分非常高 所以我們希望它是創造比較高的價值 那這邊如果只是調參數的話 那就是聲音條 貴脈可以調嗎 那你要說服貴脈 就我剛剛講的 那改變理論就要出來 好的 那如果我們現在要去找貴脈的東西的話 對 會不會就這樣去TIT去 因為它會TIT去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很能定性你 因為你一開始進去 你主張或不是證券經濟商 那它當然不知道要派誰出來跟你談 但是你如果現在去貴脈你主張 我是證券經濟商 只是我覺得你的證券經濟商 那定義有點過於嚴苛 這個時候它的懲罰人就非常明確 就是誰在管股權局 群目的證券經濟商就是誰啊 這個他就划不掉 但如果你主張你不是 那當然誰都不知道要出來跟你談 主張是 主張是他當然就有對口 而且他不能拒絕你 因為對他來講 他是給特許的發證者 你現在是來apply 不管他轉播 他一定有個固定的人在轉播你 所以那個人跑不掉 但如果現在你主張說 你不是你根本不要我轉播 那當然我也很談好 好 那請問 另外請問唐委員 就是關於這個 就是不知道 因為慕尼有看到這個 對那個Open Bending的推推行 然後我們剛好 你剛好有跟那個政大 金融都一起創意 是是是 然後我們跟他們討論 就是我們討論交易 有一個比較大的疑問 就是想請教 就是不知道以後 他們的Open Bending 會有 政府或是 他們金融科技 他們的東西會有強制力嗎 就是 因為他目前遇到的關卡 我們是跟銀行談 是第一關打出的 就是跟他 跟銀行溝通 然後他們聽完我們的 ID和想法之後 就沒有消失了 政府只對公股銀行有強制力 這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不知道 然後另外就是 目前他們的金融科技 就是政大那麼多 如果我們透過他們 目前可以走到第二關 就是走到數位商品部門 然後 就卡住了 對 就是因為他說他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讓銀行要 就是硬要更厲害之類的 那銀行大部分說 數位OK 法則都不會多 因為他們要承擔更多好險 所以那個 未來是政府會讓那個 關鍋一趟嗎 不過台灣Pay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台灣Pay就是 就是由上而下推的一個東西 對啊 所以可見有強制力 不然台灣Pay也推不起來 對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很難去說 那銀行的銀行都要來走台灣Pay這一趟 不再問 那我想問 請問 請問什麼時候 就是會這樣子 關鍋銀行進那個 Open Meeting 不過這要看你 就是比較明確的講 他哪一階段 他要做什麼事情 第三階段 就是付費賺錢那一塊 付費賺錢那一塊 以我的理解 他現在有兩個 想要先處理的事情 一個就是說 就是監管會 他自己當然有他的這個 ISOC等等 資安的這個聯防等等的機制 對 但他很希望說 因為當你做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你外面的這個 自然風險 等於會讓裡面的這個 來吸收 等於有這個感覺 所以說你需要有一個 IBMB 就是獨立驗證 等等的這種方式 來確保說 我現在讓你能夠寫入 而且甚至使用者的資料 處理也在外面了 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他需要一個資安的一個 聯合通報也好 集合也好 等等的一個機制 來確保說 這樣子並沒有把消費者 暴露在更高的資安風險裡面 那這是一步 那我依我理解 他們已經留在做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還有就是說 如果消費者主張說 我的個資 他不要說如果 剛好這個人 他同時也有歐盟的國籍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 他主張說我的個人資料 這個被洩漏 或者我的隱私權被侵害 或者是 我這個想要提起 什麼集體訴訟 什麼東西的 GDPR等等 那這些東西 目前在台灣 因為按照我們的個資法 那其實 最好還是回到今晚會 因為今晚會 才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國發會只是幫忙解釋法律而已 那但是這樣子的話 那但是這樣子的話 他自己同時要就是監管 但是同時要幫消費者 這個主張他的個資 那同時他又要促進產業發展 他是蠻忙的 說真的 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想說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類似運安會這樣子的獨立機關 他可以去擔任這個個資保護 專責機關的這樣子一個工作 那這個時候他才能夠是 好比像說 金管會跟經濟部 這樣的不一樣的時候 或者是說 金管會跟教育部 科技部等等 就講的不一樣的時候 因為目前就是 當你跨業別的時候 你要同時受到這兩個 各自專責機關的制約 對 那但是兩邊對於就是 到底怎麼樣是隱私洩漏 怎麼樣不是 怎麼樣就是你已經建了告知義務 怎麼樣沒有 身份證到底能不能夠 拍正反名的彩色照片 其實這些都 對都並沒有很大的一個共識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等於你每一關 你都要取得所有你碰到的不會的同意 你才能夠在各自隱私這邊 各自爬上不會被你的使用者這個到 那所以這個就是聯繫成本就很高了 N乘以M那麼高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在想說 那如果有個各自專責機關 他可以來擔任這個就是一致性協調這個作用 對而且他是獨立的 所以他不會說好像我是收哪個不會的錢 我們就對他要稍微寬鬆一點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第一個才比較能做歐盟的生意 不然我們連氏族行認定都還沒有達到 那第二個是我們對內才比較給得出交代 就是說當這邊有一個創新的時候 至少有人在這邊去扮演一個制動器 就是某個地方可以踩煞車的這個作用 那這個大概也不是今晚會能夠自己做 這個可能是需要立法院 那我們應該下個會期會提一個版本出來 所以大概就是資安跟隱私保護 這兩個如果都具備的話 那到底三階段比較穩 那在此之前如果就先充 那如果只要出一個大的什麼事故 那大概後面的人的那個社會正當性就會變低 對 好的 謝謝 大概是應該下會期以後就有機會去做 對當然也是要看各黨團 就是把這個看得多重要 對 好的 不好意思 我在請教一個問題就是像這個 因為我們目前有點怕 就是因為 像假設我們去找貨買中心 然後就是證件經濟商的角度去調整 然後第一問題就是假設如果他們 做他們不願意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去全地就機 或是 因為他們就好像 我目前接觸的感覺很多會比較怕風險 或是 對 就是第一部分全地就機的部分 然後第二部分的話是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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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就是 假設我們符合貴買的一定規則 可是我們上線之後 那 會不會就是有點擔心說 譬如說 你符合規則的話 貴買就要Defend你了 貴買就要幫你做話了 不會距離那個 那因為你主張你是證件經濟商 那只要你是貴買就要幫你Defend 對 你如果主張不是貴買才會這個 就不管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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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懂 等於是要去抓他的屁股才 對 Exactly 就特許行業就是這樣子 對 那請問 第一問題 就是 會怎麼 推薦會怎麼幫你解決 我建議就是剛剛你那個改變理論 我覺得還是要寫出來 就是說你可以去參考貴買之前修這個 包含他的那個資本要求降低 能夠對於那個什麼機構投資人的限制 什麼就是放寬等等 那些都是實際有想要經營股權式群木的朋友 那自己有倡議嘛 他又把剛剛講的這個改變理論寫出來 就是說為什麼目前的實質來難行 為什麼你放鬆之後 反而市場更能夠自律等等 就他有一套論述 對 所以台灣也不是沒有別的股權式群木平台 所以就是說你可能也可以跟他們勾勾看看 雖然理論上是競爭者 但是他們就是從他們角度來看 他們當年也爭取過就是這個規則的方塊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他們是怎麼做的 對 不好意思 方黎請問之前你們合作或是推薦 就是哪一間 沒有你就找股權式群木台灣 就那麼幾間 因為他是 都有都有 那因為當時在這個修法促成的時候 大概想要這個進入這個市場的幾家 大概都有做 對那甚至包含一些像 完全做公益的像讀讀客 對 大概也沒有 只有參加 我們陸續都有討論 因為我發現後來像那個創詞儀 他是 還是去 就收掉了 就是最愛人的收掉 他們有什麼 遇到什麼不可 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能要去 就是稍微這個 採訪一下 好 所以現在我還有一個想問 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 就假設 假設那個法規那個部分 就是永遠旁邊的放置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線上的金流串接 就是在於 那之前 就是譬如說 因為可能變成這樣 我預計下位許 然後再成功 好像明年 之類的 那在之前 我們線上 線上的一些資金處理 因為我們也擔心 就是說 如果我們跟藍心綠間 一半有做 那變成說 有些資金我們收 收進來 可是如果沒有 不是 沒有營養金流的成分 那 就是 就 會有點擔心 金流的問題 那 但為什麼你們一定要 在這一步先解金流 為什麼你不 就是 讓使用者自己 去 去投資 自己 讓他自己 個人 對 因為按照你的講法 你確實也有跟一些銀行 雖然不需要講名字 或者是一些VC firm 那 VC firm也好 銀行也好 有他們自己的金流體系 對啊 那為什麼不是走他們 如果 你已經有跟他們合作 銀行 目前找不到 願意去接的這塊金流 是嗎 所以他自己願意投 但是不願意把別人投 就是 銀行 他部分 他們就是 法專案 就是覺得這個 會有風險 就是不承諾的業務 是這樣子 對 就好像保護規範 像信用科技的規範 不承諾業務 了解 除非有特許合作 了解 就是說他們 但是那也是因為 貴買中心還沒有保護你 如果貴買中心已經認定你是 證券經濟商 或你的合作夥伴是 證券經濟商 你再回過投草銀行 他們就會願意投資 因為貴買吸收的風險 對啊 好 我大概很了解這個意思 對對對 不好意思我問 是Howard 是Dogger 他錄了 對 因為銀行如果判斷 不願意承諾你的業務 那其實對於別的就是 電票電池 代收代付等等 來講 這個其實是一個signal 就是說跟你做生意 風險比較大 對 對 這是一個現任問題 那如果現在銀行願意跟你 或者你已經取得 正確經濟商資格的夥伴 做生意 因為他們之前也發過幾張牌 你找其中一家也好 或者是 你自己去跟他們一起聯合 argue 然後貴買降低的門檻 你成為經濟商也好 不管是哪一條路 那其實銀行本來就認識他們 也認識貴買中心 所以不管你是走 就是你新變成一家 證券經濟商進貴買中心 或者是 你跟新有證券經濟商合作 他也許目前在東面 讓你把它重新復活 什麼之類的 之類的 那不管如何 那銀行本來就已經有 對咖的對口 或對貴買的貴口 所以這個時候 他風險值就可以算 那你自然也不會變成過程座 對 好 我跟他也謝謝他 那還有什麼 什麼叫 這個 這個 所以我目前就是 他也需要去跟警官會 除非你挑戰到法律 好 就是說除非你講得出哪一條法律 得改 不然其實沙盒 就是有一點 當初設計的時候的規模 不是為了調整管理規則 兩個參數設計的 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更高位了啦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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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律命令層級 就是預告60天就可以生效的 大概通常用不到什麼 好 我瞭解 對 就沙盒之所以這麼麻煩 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等於是 立法者事先把立法群 有點讓堵掉 所以你需要一個 類似於立法者 才能夠違接的東西 所以他才那麼大的本堪 因為你等於是幫忙制定法律 對 但如果只是法律命令管理規則 參數 這個 不需要沙盒 還有一個一般性沙盒 那個倒是有處理管理規則 非金融的 對 中小企業主 我想請問唐瑋 就是 因為目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 像我們信用公司很近去找歌 對 可是就是 就是像 有點他們個性其道 就是狀協他們自己運作 然後自設位自己運作 然後現在還是運作 就是 就像我如果沒有問唐瑋 你其實 太了解 你有沒有辦法知道這些 對 因為政務層級是 就是看整個方向 那但是 就是看完之後實際執行 當然是 就是分各部門去執行 那他在執行的時候 確實也只能以他的經驗跟你分享 對 所以就是 就是禮拜三沒事的可以躲過來 沒有 那個 那事實上是 我們在這邊常常很多金屬團隊 他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一些跨步回的一些串 實際上沒有錯 所以未來如果 如果有相關的 如果有進過 遇到 對 對 當然 好 OK 好 那應該 因為 因為 暫時沒有 需要去找 對 對 那也可以多跟其他幾家 就我們剛剛講的 不管是已經 有過的正在東年的 想要申請的 可能就是 因為你們也算是一個產業吧 就是多練了 這樣 就一起倡議能量 能量會比較大 對 對 好的 好 謝謝 好 我們有一個額外的問題 對啦 就是 不過這跟我們比較沒有關係 就是那個 像是台灣 現在國外有 像Stripe 配票這種 比較方便的金流平台 對 對 但是在台灣都沒有 降合進來 嗯 就是有什麼方面的考量 你很明確的想要什麼 就是你想要配票來台灣落地 還是你想要台灣出現類似Stripe 還是你希望電視電腦能夠整病 就是說因為你剛剛這個問法 它可以有很多種側面 然後就是希望有像Stripe這樣的 OK 對 的金流平台 就是讓很多開發者可以 比較自由的去傳接 代手代問題 嗯 對 那目前就是台灣好像沒有這樣 比較少 對 所以是 不知道是這個法規不允許 還是 就是還沒有出現 當然一方面很多人在等電子電票整合 確實是這樣 那二方面也是 就是說 其實Stripe 它 之前也是試過好幾個 Iteration 最後甚至連這個 就是申請帳號幫你設公司 都弄出來 也是 也是 就是很厲害的 一整套 那 那個其實在台灣 我覺得 比較 就是 我在一般 就是去傳紅來綠的這些朋友 聽起來 就是這個需求 並沒有非常近切 就是說你會冒出一家公司解決 這個當然是有market fee 就是整個市場 想要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就是說 除非你現在想要經營一家 股權是群木的 證券經濟上 不然的話 就是 就是 紅安綠比起Stripe 來講 它就是麻煩的程度 好像是 還在可以人手範圍 是有種感覺 好 需求的問題 對 我覺得很多是Demand Driven 就是 除非有一個整個市場 就是有這個需求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機會 然後來弄一套 不然的話好像 它很容易變成 有點像什麼 Yoyo卡支付很方便 所以行動支付 就不容易推 在那個狀態 就它會 會在一個 Local Optima裡面 是有的 好像還可以 對對對 大家還還 過得下去 那就算了 這樣 其實我自己行動支付 也是等到Android升級 然後我可以直接感應 不需要指紋解鎖 也不需要雙天腕扣 也不需要黃摩 所以我直接放上去 就收費 是到這個程度 它已經比Yoyo卡方便了 我才切換來用行動支付 那更早一點 就是我還需要用支援 還需要從下網上掃一個 還是怎麼樣 對我來講 比起Yoyo卡 Yoyo卡還是比較方便 所以我也沒有去用行動支付的 這個需求 那我一定不是唯一一個 這樣想的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使得 就是在台灣做行動支付的 就是除非它想到一個很創新 很有創意的一個概念 不然它推動速度就比較慢 因為它前一代 大家已經太習慣了 不好意思 這我我有延伸去想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華套最近有一個很棒的情法 就是電視電告成的 是呀是呀 然後好奇就是說 因為它之前原本的構想 就是說要領罰 那個第三方是會整合進來的 就是後來就是 有嗎 OK 我們知道 這個我沒有碰到 我沒有碰到 所以碰到第三方 第三方支付好像是管家部還是經濟部 對啊 因為我沒有聽說 這一次他們 沒有說 對啊 我沒有聽說 他們要把第三方鎮進來 真的喔 因為我是看 因為我一直在追蹤這個新聞 原本儘管會是有這樣講過 是嗎 可能後來還是新聞 還是新聞 是嗎 不知道 至少我沒有聽到 至少我沒有聽到 對 以我理解第三方好像是 就是我 定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電子電票 因為單一主管機關 所以他說回賓 就 對 對對對 好 好 還有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 Dorris提那個問題 記得好像 之前PayPal 有沒有有進來來玩 可是後來就 其實我整天都在用PayPal 但是我是去買國外的商品 他是好像反過來不行 對不對 蛤 什麼的快點 對 對對對 現在的買國外 對對對 我說他之前 之前有進來來玩 還是因為那時候 應該是那時候 電子電子 對 對啊 現在兩個合一 也許很多都可以重新談 對 欸 還有不好意思 請問好 譬如說 因為我看這個新的 那個電子電票成的吧 對 他有說那個 會開放金融商品 那請問 像你這種金融科技商品 對 如果你主張你是券商 那當然你賣的是金融商品 沒有違憑 那如果主張是經濟商 是 政權經濟商 那就很能講 因為金融商品 是 就是有一個明確定義的 就是 股票當然是金融商品 對 所以你主張你經濟股票買賣 你當然是賣金融商品 對啊 那 好 好 OK 那 那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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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大概這樣 歡迎 這個聯絡 0223666146 新創發展部 貴賣中心 專門對股權室群務的 那個 線上有 好 OK 你找股權室群務 貴賣中心服務窗口 所以有 有三個人 對 那 謝謝大會員 謝謝 謝謝 如果有困難 可以請教 好 謝謝 一起加油 謝謝